仲裁的过程 包括发布的时机 至于中国会不会化成南海航空湿壁区 首先我们要说清楚的是 中国有这个权利 航空湿壁区制度不是中国的发明 是其他一些大国的发明 中国在东海化了 在南海是不是需要化 要根据我们受到威胁的程度 如果我们的安全受到威胁 当然要有权化 但是这是我们要取决我们综合判断 日本应将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 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不要借机来威胁中国 希望其他国家能够与中国一起努力 相向而行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不要把南海变成一个战争的发现地 中国的目标是希望南海成为和平之海 友谊之海 合作之海 南海断区线的有关 怎样的措施 是否会向南海地区派更多的